WBC世界棒球經典賽 中華隊奮戰的精神 讓很多的球迷深深的感動 尤其王健民和郭洪志 這兩位投手的球技和拼勁 更是激勵人心 我們來看他們難得接受訪問 談談心中的棒球之路 棒球對我來說是什麼 是一種辛苦 面對鏡頭 一向內斂少言的王健民 吐露真情 這次披上中華隊戰袍 王健民不只為國家榮譽而戰 也為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而戰 經歷了肩膀受傷被球隊釋出 最近幾年的王健民走得並不順遂 但他用WBC的好表現告訴大家 王健民回來了 之前有到比較高的時候 就是成績有比較好 然後現在有稍微就掉下來 然後當然希望能繼續拚再回去之前那樣子 半夜多節哭 沒有啦 笑容裡隱藏一絲落寞 郭洪志用一貫的郭氏風格 輕描淡寫的談受傷低潮 經歷了五次開刀 卻仍在經典賽標出96英里的訴求 他的不死鳥傳奇還在上演 經典賽結束了 接下來就看王國是否能夠重返大聯盟 球迷朋友也不妨到社群網站 觀賞完整影片 還有機會獲得球星親筆簽名球 郭建TV 張淑均李哀淳 綜合報導